哈囉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萬 各位 Warzone 2.0的第六季更新已經來臨了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的主題非常的簡單 那就是在重新整理出 目前 Warzone 現代戰域 最強 最猛 最好用的五把槍 以及他應該裝哪一些配件 那麼第六季的五把槍 分為三把近距離的武器 以及兩把中遠距離的武器 那我們首先就先從近距離的武器開始看起吧 首先第一把槍我們要來看到 是這個新的衝鋒槍 ISO 9毫米 如果你非常喜歡使用這個之前的ISO 45的話 那你各位就直接換成ISO 9毫米就好了 ISO 9毫米是直接取代了 ISO 45成為目前最強勢的近距離衝鋒槍 首先槍口的部分選擇使用這個 螺旋V3.5硝煙器 它可以隱藏槍口閃電 並且有後座力穩定度的一個加成 這邊是槍口的一個調整數值 彈藥類型的部分這邊選擇使用9毫米的空間彈 它可以有癱瘓敵方的能力 並且其實你在打近距離交火的時候 空間彈是會讓敵方有一個 類似震撼彈的一個震盪效果的 是非常好用的一個彈藥類型選擇 這邊是彈藥類型的一個調整數值 彈匣的部分選擇使用50發彈鼓 50發彈鼓才夠用 所以一定要使用50發 槍托的部分選擇使用DEMO削減戰術槍托 它可以有瞄準吸頭速度和衝刺速度的加成 這個是最適合ISO9毫米的一個槍托選擇 這邊是槍托的一個調整數值 瞄準機的部分這邊我選擇使用了一個 Chronin mini專業版的一倍鏡 你也可以選擇其他你覺得舒服的一倍鏡 都是沒有問題的 畢竟ISO9毫米就跟ISO45一樣 它有的超級無敵難用的一個機秒 所以這邊我會推薦各位裝上一個一倍鏡 這邊是我瞄準鏡的一個調整數值 OK 第二把槍我們要來看到的是這個MP5 MP5從Warzone 2.0的第一季到第六季 都一直是近距離戰場上最具爆發力的衝鋒槍 而且它的機動性非常的好 讓你打近戰的時候 是體驗很好的一個近距離武器 使用槍管的部分選擇使用L38226MM的 槍管它可以有移動速度和舉槍瞄準速度的加成 這個是最適合MP5的一個槍管選擇 這邊是槍管的一個調整數值 雷射的部分選擇使用1毫瓦快速射擊雷射 它有舉槍瞄準速度的一個加成 這邊是雷射的一個調整數值 彈夾的部分選擇使用40發彈夾40發就夠用了 不需要使用到50發 50發會讓MP5太過於笨重 跑的比較慢 所以這邊我推薦各位裝上40發就可以了 後握把的部分選擇使用TCG10後握把 它有後座力控制的一個加成 穩住它的後座力 讓它打10公尺到15公尺的時候 也是有一定的影響力的 這邊是後握把的一個調整數值 槍托的部分選擇使用FT機動槍托 這個FT機動槍托在上一次的第五季機動更新 是有進行加強有進行Buff的 所以現在我們在MP5身上 絕對會選擇裝上這個FT機動槍托 它有充斥速度 瞄準吸動速度 蹲下移動速度 和舉槍瞄準速度的加成 這邊是槍托的一個調整數值 好的第三把近距離的槍呢 可以說是目前最北藍的一把槍呢 就是官方在這個725 也就是這個Lockwood 300 這把Shotgun這把散彈槍上面 它增加了一個新的配件叫做這個漩渦雙板機 這個漩渦雙板機呢 你知道嗎這把725呢 它是碰碰兩發是雙管散彈槍 但是這個板機呢 可以讓它兩發同時一起射出去 也就是碰 你就直接把兩發打出去了 再近距離在那種防污戰呢 你碰一下一個滿甲的敵人就直接倒地了 非常的威猛 喔對了要開近啊 開近的時候碰一下 那個滿甲的敵人就直接倒地了 真的非常的威猛 非常的OP 也非常的北藍 反正我不知道為什麼官方要這麼做 但是COD就是喜歡做這種事情 做一把壞掉的槍出來給我們玩這樣子 所以這邊它毫無疑問 就是目前最強是最北藍的一個 近距離武器之一喔 那麼板機的部分呢 當然就不用講了 各位去解鎖這個漩渦雙板機就可以了 那麼槍口的部分呢 就是選擇使用這個Brizen系列 這個喉縮 還有高密度彈丸擴散的一個加成啊 這邊是槍口的一個調整素質 槍管的部分呢選擇使用這個812槍管 傷害距離子彈速度 後座力控制和高密度的彈丸擴散範圍 這邊是槍管的一個調整素質 雷射的部分呢選擇使用VLK LZR7毫瓦 還有舉槍瞄準速度 瞄準穩定度和跑射速度的加成 我們呢這把散彈槍呢 你腰射的時候呢 是沒辦法one shot 是沒辦法一發死的 所以呢你一定一定要做開進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邊呢選擇使用這個VLK LZR7毫瓦 來提高它的開進速度 這邊是雷射的一個調整素質 最後是槍托的部分呢 就是選擇使用這個無槍托啦 還有舉槍瞄準速度 跑射速度 移動速度 和腰射後座力控制的一個加成 OK 第四把槍呢 我們要來進入中遠距離武器的部分啊 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新的突擊步槍TR76啊 TR76這把突擊步槍呢 一出到極巔峰啊 它絕對是目前最強勢的中遠距離的武器哦 首先槍口的部分呢選擇使用這個SAKING 胎面40 垂直後座力控制 和水平後座力控制的一個加成 這邊是槍口的一個調整素質 槍管的部分呢選擇使用這個重型槍管 後座力控制 傷害距離 子彈速度 和腰射準確度的加成 那在打中遠距離的時候呢 可以更具破壞力啊 這邊是槍管的一個調整素質 下掛的部分呢選擇使用FTAG開堂手56 瞄準顯示穩定度 鑰射準確度 和後座力穩定的加成 我基本上呢在每一個中遠距離的武器呢 都會選擇使用這個FTAG開堂手56哦 這邊是FTAG開堂手56的一個調整素質 彈匣的部分呢選擇是用45發彈匣 這邊呢最多就是裝到45發了 所以呢你毫無疑問 就是裝上45發彈匣就對囉 瞄準鏡的部分呢這邊是個人選擇 你選擇一個你覺得舒服的 中遠距離瞄準鏡就沒有問題了 我這邊是裝上這個 Kronon mini專業版 這邊是我瞄準鏡的一個調整素質 好的最後一把槍呢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AK47啦 雖然在第六季的更新呢 官方呢有針對AK進行了NERF進行了減弱 不過呢他仍然是最強勢的中遠距離武器之一哦 使用槍口的部分呢選擇使用這個TYL-R8的這個槍口 它有水平後座力控制的一個加成 你要知道的AK在打遠的時候呢 是有一個奇怪的水平後座力了 所以這邊呢我們選擇使用這個槍口 來稍微壓住一下它的那個水平後座力 這邊是槍口的一個調整素質 槍管的部分呢選擇使用這個584mm的槍管 傷害距離子彈速度 腰式準確度 和後座力控制 這個是最適合AK47 作為中遠距離武器使用的一個槍管選擇啊 這邊是槍管的一個調整素質 下掛的部分呢選擇使用F-TECH開湯收56 瞄準顯示穩定度 腰式準確度 和後座力穩定的一個加成 這邊是下掛的一個調整素質 彈匣的部分呢選擇使用10發彈匣 加40發才夠用 所以一定要裝上40發 而且你最多呢也只能裝40發了 瞄準鏡的部分呢這邊呢你當然就是選擇一個 你覺得舒服的 瞄準鏡就可以了 舒服的中遠距離瞄準鏡就沒問題了 我這邊是裝上這個SZ充能DX 這邊是瞄準鏡的一個調整素質 好的 那麼以上呢就是目前W2.0 現代戰慾在第六季更新之後呢 最強最猛最好用的五把槍以及他應該裝哪一些配件 各位啊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覺得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給這部影片一個讚 還有呢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交流都是沒有問題的 你們留言呢我都會看也都會回覆哦 也歡迎加入我的老萬Gaming公開Discord伺服器 伺服器的連結就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各位直接加入就可以了 那麼我是老萬 我們下部影片見吧 掰掰 非常密的 doom 很好 濃烈 nein 好好 好 好 我 好 是